他是一台机器,是一个没有情绪的杀手,是一个心思缜密,能看透对手一切弱点的天才,更是一个能把球队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救世主。 这就是人们眼中克莱·汤姆森的样子,但实际上他没那么伟大,真实的克莱就是一点有点粗心的大男孩。 在队友的眼里,克莱的情绪和故事实在是太丰富了。 克尔第一年来勇士执教时,他发现,私下里的汤姆森和球场上的11号得分手,简直判若两人。 克莱会在训练赛里出丑,记不住战术,找不到跑位,对手罚球时他还要跑到边线,再听助教,重新讲一遍。 球队前往客场,克莱会忘记带钱包,把门卡锁在房间,甚至会找错球队集合训练的球馆,然后还对着其他人一脸正经,我真的是按照导航开的车。 如果再私下一点,当克莱脱离了球队,脱离了队友,他的名场面就更多了。 例如在库里的生日宴上,他会在跳舞时绊倒自己,然后一本正经的站起来继续加入舞团,跑来中国参加品牌活动,还非要秀360度扣篮,然后被篮筐盖帽,尴尬的摔在粉丝面前。 不过,回到熟悉的NBA赛场,他又会变成人们熟悉的模样。 他不在乎别人的不信任,但克莱总会证明自己,他始终记得,拉科布曾经坚决地表态,克莱绝不会成为联盟一流得分手。 所以在勇士2比3落后,第六战前三节落后8分,被雷霆逼到悬崖边上时,他接管了得分的任务。 整个第四节,克莱就是一台机器,他接球,出手,三分命中,拿到了19分,创造了NBA的又一个神迹。 赛后,拉科布在球员通道向他溃败致敬,克莱笑得很腼腆,可面对媒体镜头,他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心理,我朋友的爱狗去世了,我很愤怒。 所以在比赛里我发泄了出来,没错,哪怕心理情绪有波动,他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向其他人展现出来。 所以在破调兄弟单场三分记录的当晚,他会稳稳地借助挡拆,用最舒服的手心命中一次又一次。 在单节拿下37分的时刻,他也只是做了人生最隆重的庆祝动作,把舌头伸了出来。 就这样他跟随勇士,拿了73胜,拿了冠军,成了联盟霸主,赢了很多巨星,但命运并没有眷顾他。 2019年季后赛,他们丢了三连冠,克莱在球员通道里依旧心态稳定,他告诉球迷,等等我,我马上回来。 这一等就是两年,伤病没有放过克莱,他的十字韧带撕裂了,迎接他的或许不再是荣耀,而是万丈深渊。